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想遮住通知明镜与点問題 要看我持席节 sampai twitter 上面 包括暴望的那些硬幅 我留电话,他就有个人听,哎呀,很忙啊,昨天我没有男人去,我说了,我们会尽快复你,两天之后他都没有人复我,我再打他就变成,连人都没有了, 请你留下电话,我们的服务员会尽快复你,那又一天了,跟着我上网看,原来这个比有线电视更难切,那里我们不要说了, 我们留在香港,我都说了,有时天不变,地不变,人要转,改变心情,有很多改变的, 那是不是这么容易呢,但是,譬如我们看到鄧麗欣,一会儿我们去说一下鄧麗欣那件事, 为什么呢,我觉得真的,有时我看到一些东西,可以看到香港人那些,所谓的民主,或者自由,那种看法的对他们, 不要紧张,我们慢慢讲,当然最大的焦点,我们的天是这样的,就是真秋夺鼠,还有些粮, 这段时间,我一穿长袖衣,因为我似乎穿短衣,短褲之后,我发现,未吃五月肿,当然可以上去顶, 其实也是有点凉的,有时早晚,有时下雨,有点凉,我吃早餐,有时晚上吃饭,甚至不会冻的, 是呀,我年纪大,你年纪大,你年纪大,你还没知,你不要看我那么大,我直接冻到,我轟不住, 我就拿个饭,我拿着饭,坐出门口,香港的冷气为什么这么冷呢,是没有解释的, 其中一个原因,我所知,就是因为,比如这些餐厅,第一,香港人,比如我们去到欧洲、日本, 當然是說搞錯,26度都說冷起,你不覺得的 香港其中一個原因是濕,尤其是餐廳那些 它要開到很大,地下不濕就冒霧而滲傷人,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好了,當然我們最關注這兩天,就是47人的裁決,還未判案 因為今天的一單這麼急,我相信大家都很留意這宗新聞 我們報導下新聞,昨天有個網友跟我說 阿正,我相信你也有些網友跟你說過的 他說,他其實現在不看新聞 不看了,是聽碑里晚報和你晚上的罪證分析 在那裏跟我們說什麼,他就接收什麼 就是說,我們在評論以外,其實讀新聞 雖然好像很低層次 其實都是重要的,對一些網友來說 反而讀新聞最多人聽 是嗎? 是呀 那我就讀新聞就可以了 是呀,他們可以考慮,還要加一些作語詞就行了 不是,我這樣 我將一些新聞,我們下集會搞AI版的 輸入AI,就是我的聲音 去讀了,我有些作語詞中間 按按按鈕 搞定 哇,那我就說,有很多時間做生意 十分鐘一條片 是呀,不斷出 一天出幾十條片 多過他老蕭 老蕭當然有六、七條片 一天四、五條片 都有的 有了,有了 咦,是呀 講短一點,其實這個是方向來的 講短一點,出六、七條片 行呀 屌讀新聞 好想行呀 最余的AI樣子,又英俊一點 不,不會,未必比我英俊 好,屌,那條大幫妹 我經常說,最好找一條大幫妹 不用找AI都可以 不,別人知道AI就沒有這麼過癮了 是有些真人的 今天我們都會看,放心 好了 但是,我就看完懶人包 懶人包都很長的 但是,其實我是拿不到 一個判決的邏輯暫時 你可以說,在一開始我們看著他 在這個審案過程裏面 我們會覺得 他 很在乎那個你有沒有簽署,就是他們覺得 那個脈絡無悔 為什麼呢?如果是脈絡無悔,就是顯示你是 無差別就會去 否決這個財政預算案 薩拉斯不要說 其實 否決財政預算案有如何呢? 無差別 否決財政預算案有如何呢? 這裏不說太多了 其實這個是根據《基本法》,因為他寫在這裏 基本法裏面有的 寫得在 基本法裏面 那怎樣犯法呢? 今天我們看回裁決 首先裁決是不是只有16個 不認罪的那10個 OK 我們先看一幅照 1號圖 那這16個不認罪的人 在裁決裏面 其實只有兩個脫罪 那兩個脫罪,我稍後才說那兩個,為什麼脫罪 我就看回那14個 罪成的人 包括 包括何啟明、何桂南、余慧明、吳政亨、彭卓奇、斯德來、周嘉誠、陳吳志全、柯耀林、梁國雄、楊雪瑩、鄭達雄、林卓廷、黃碧雲 這14個人裏面有些是保釋了,有些是沒有保釋的 但是我看奇怪 他們 有些是有簽物諾無悔 有些都是沒有簽的 OK 那就是說我開始判斷在審訊期間 他們不斷在爭論你有沒有簽物諾無悔 因為這個似乎是他們認為 很用來把你罪成 就是你是不是想顛覆特區政府的一個關鍵 那似乎又不是 如果用這個來看 因為那兩個其實都有簽 他有簽和沒有簽原來又不是關鍵 你看到這裏 我沒有看詳細的判決 因為他也未出過判決書 是很brief的解釋 即是說我們16個人 逐個說的 都是很brief的 我就未找到那個邏輯 例如這兩個 為什麼脫罪 他今早是解釋的 一會我都會解釋 但是你又解釋不了 其實如果是這樣 我用這些解釋 其實我可以解釋到那些人 那你問我 我未詳細看就不要說那麼多 這個也是我估計之中 他一定會有一兩個 看看誰 幸好 或者在他的解釋裏面 他怎麼知道找幾個來 我認為是沒有罪的 就找到一個解釋 這樣似乎很公道 但是 我就不知道 黃碧雲醉成 都是大冤獄 黃碧雲 你被暗撞 他都不會天覆國家 老實說 他們亦都沒有簽 他們亦都沒有簽 物諾無悔 那時候你記不記得 雷國鴻都好像沒有簽 他們這幫人是被人吵架的 就說他吵架 你怎麼想 我們不想簽 原來隨時打算去翻船 翻桌 就是 冤不冤獄 大家心中有數 因為作為一個初選 這16個人 現在有14個人判罪 那他們 罪成 那怎麼判呢 不知道 還未判罪 我想都 起碼 8、9月 隨時判刑 可能不止 好了 李宇迅為什麼 絕罪呢 因為 他主要辯護理由就是 首先 他自己辯護理由 公民黨沒有被視為共謀者 而且黨的作為也不能歸國黨員 他沒有簽 公民黨 有份 轉法 簽署的問號 無悔 他沒有簽的 即是黨去簽 法庭就說 他的資歷很淺 黨的資歷很淺也是脫罪原因 如果 公民黨沒有被視作共謀者的話 就算他的資歷心也不應該是 是是是 不能脫罪的 即是深淺的關係 沒有關係 他原本不打算參選 亦都沒有參加過任何協調會議 後來是因為在示威衝突被捕 他就獲黨批准去參與初選 而公民黨 簽署 公民黨又簽署了麥樂無悔的時候 李宇信 他是未成為參選人的 所以無法肯定他有沒有同意 他是不是同意 物諾無悔的內容 這個判決 就覺得物諾無悔是重要的 似乎 但是這樣說 如果公民黨簽署了 物諾無悔是我的邏輯 而他 願意成為公民黨的參選人 其實是不是默許了 他都認同 公民黨簽署的物諾無悔 是嗎 如果這樣說他沒有理由奪罪 他意思是因為公民黨簽署時 他都未有意參選 是否公民黨簽署他選 但是你選的時候 公民黨已經簽署了 你是成為公民黨的候選人 那你當然是同意 這個是律政司上訴的原因 律政司是即時兩位 沒有罪人都上訴 錢又不是他 那怎麼都要上訴 你怎麼判一件事他要做到盡 就像昨天 敏感日子拉人一樣 劉偉聰 劉偉聰 主要脫罪的原因就是 他沒有參加初選的時候 在劉偉聰沒有參加初選的時候提倡五大訴求和否決預算案 但是 就是否 劉偉聰就等於是之前無差別否決預算案 法官說有合理懷疑他未來就肯定 而且 法官說 劉偉聰的職員把他的名字放入脈絡無悔的聲明 就劉偉聰在庭上說 他衛免政治自殺 其實不是我把他的名字放進去 所以我沒有澄清 因為 我免得政治自殺 法官考慮當時的政治環境 接納他的說法 就裁定 劉偉聰的罪名不成立 一樣 這個也是我認為 是律政司上訴的原因 老實說 你如果是不同意的 這些科技放進去 你都沒有想理由 為了因為 避免政治自殺 或者去舔東西 是不是你進去會這樣做呢 其實這兩個個案子就告訴你 我們一向都說 不是百分百確定 就不會入到你罪 所以 這些呢 說到我們最開始的時候 就是 由於我預測 我覺得他一定會這樣 根本就是預了 就看他選了哪幾個出來 黃碧雲為什麼可以百分百確定呢 其實 林卓廷也可以呢 其實不是 你問我呢 首先我們說什麼 就算真的是 我是無差別 那怎麼辦 你問我我到現在都沒有解決 我不明白 不是我不明白 因為你基本法是寫明的 他有權這樣做 你基本法是寫明的 他寫明真的可以 是不是 OK 好了 李桂華 我們的國安處總警司 在散庭之後 在西九龍法院 見傳媒 歡迎 今天裁決 雖然有兩個人暫時脫罪 但是在判事裏面 看到法庭事件 法庭是 多嚴重的事件 多名被告是寫謀犯罪 他們無法 認為裁決 對他們是當頭叛學 你說這些當頭叛學是什麼事 他犯罪不是去坐牢嗎 好了 李桂華說 現在主控官要求 保釋延期 並提出上訴 但是 要求他們保釋延期 不是 他們保釋延期 不過他們會提出上訴 他說 三年多前 和傳媒介紹案件的時候 當時有記者問 為何初選有為國安法 他說經過這118億的審訊 法庭將證據展示 相信大家都明白 初選是仿止 多個被告是想 獲得立法會的半數席位 進入議會後 無差別 否決預算 案件時 特首需要解 審議會 令政府癱瘓 但審議會政府為什麼會癱瘓 是會重選的 老實說 這件事 為何當日記者問呢 你以為 你這118日能夠展示給他們看嗎 我就看不到了 民心 他們當時說明他們就是想這樣 他們只是想這樣做 你不想解散議會 就要收回預算網 就要去 去bargain 第一 他會否被DTQ都不知道 第二 就算你等他是不是成為了過半數之後 真是所謂無差別否決 你才抓人呢 你不是的 即是等於 我覺得你想非禮我 你覺得我想非禮 就拘捕了你 你剛才那個已經是 再退多幾步了 不從原則上 這個也是合理的 即是 但其實 就算是反悶又如何 你會重選 不會反悶的 還有 目的其實是什麼呢 他是不是會這樣做呢 其實目的 只不過 譬如說在政治上 有些bargain 可能要全民退保 或者一些東西 大家去協調 那他就過了 就不是說行禮如宜 如果 他們過了半數的話 這個其實是基本法寫得很清楚 為什麼呢 亦都是當時基本法寫得很清楚 特區政府 要接受民意 這些就是民選議員的制衡 現在就變成這樣 另外這個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就是我們偉大祖國 去年通過一個愛國主義教育法 在大陸 香港沒有的 但是我們當然要跟 於是乎就由這個 政務司司長 陳國基 陳國基 領導 就申請了 這個小組組長 就給李維琪指 OK 就做這個 愛國教育小組 我都不記得這件事了 不過我都證明 他們都是能者多勞 當然要做事 OK 昨天陳國基 和 李維琼 還有一個 稍後再說 就出來 宣佈頭炮活動 就是做什麼呢 就是做這個 愛國吉祥物標誌設計比賽 OK 活動呢 當然是公開 但是參加者必須保持 參賽作品的資料 和內容配合比賽中止和目標 不能夠淫捨 不能夠操言畏語 暴力誹謗和更加不能夠危害國家安全等等的元素 我都不知為何 整個吉祥物會危害到國家安全 OK 他說如果 你是有犯上以下 以上那些 操言畏語 誹謗 就會被取消資格 活動在7月15日 我心想 如果 搞到 遺害國家安全 那麼重要 你這個設計 要抓人 國安法 那麼簡單 取消DQ 有沒有搞錯 好了 政務司司長 陳國基說 愛國主義教育 一定要從事做起 要融入學生日常的 學習和生活之中 潛意密化引導學生 學生 他很贊賞 李慧琼指 小組他們這次搞 吉祥物創作和標誌設計的比賽 因為 這就符合這個輕鬆有趣的要求 至於 李慧琼 其他的事情我不說 真是無謂 今天很趕 他說小組除了搞 比賽之外 有鑑於 近日他真的 自從成立這個小組之後 他收到很多市民和團體的來信 提出很多 開展外國教育的意見 他說他會把意見轉給輸出 真的有那麼多 他說 小組搞這個比賽之餘 他也有宣傳片 片中的主題曲叫做 我門的家 由傳媒宣傳分組委員 講他全國人大代表 昨天也有出席 康美雲創作 真是尷尬 康美雲集曲 康美雲 最近在Facebook 在我們Facebook上也很熱鬧 因為經常被人弄到35年前 在哭我的樣子 康美雲說 市民可以透過不同媒體 去唱這首歌 除了自己參與之外 他也會邀請年輕人和三歲以上的少年 三歲以上是兒童的 一起合唱 希望全香港市民都喜歡 我門的家 一起共建愛國愛港的愛社區的香港 說這麼說 你問活動經費和會不會擔心 自願參加人數很少 李慧琼說 錢就用得多少 政府給的很少 錢參加人數很有信心 過去政府搞了一些活動 民間活動 都很多人不參加 他很有信心 他呼籲大家 市民和家長 和小朋友 一起設計標語和吉祥物 吉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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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這十八區 一定會做這隻 吉祥物 又打卡 又這類 喂 潛意密化 融入生活 OK 你明白為什麼現在 有這麼多人移民 不是不想應付太多東西要學 你這隻 我門的家 上場 願榮光歸開香港 當然要 落場 早前高等法院批准這個禁制令 很多網上平台 一度把歌曲下架 OK 包括 Apple Music Spotify Kbox 都 不能聽 不能下載 不過 Facebook專頁 願榮光歸香港 DGX的原創團隊 昨天 又再公佈 全新版本的願榮光歸香港 已經重新上架了 他們說了什麼 無理打 不能使人們禁星 那些我不說 我們對民主要求永遠 我都不說 我無謂 不過我真的覺得很好笑 你又出了禁制令人搞了那麼多東西 真的無緣無故就成功了 好像昨天 敏感特指的那件事 結果 別人下架了幾天 就又再上架了 OK 好了 全新版本包括無叛奏合唱 版的 Gorate to Hong Kong Terminal Edition 永久版本 現在 在Apple Music和Spotify都可以 聽和下載 團隊說 亦都努力救過不同的渠道 去回復舊那個 即舊那個 他都會再出發 希望大家留意 以及用新方法 嘗試用新方法 以免同類事件再次發生 這樣說 老實說 其實 作為一首 不是特別好聽的歌 你不理他 其實真的慢慢都會被歪這個視線 在香港人上 湯家驊不是說 如果Youtube不下架 就拉夠Google的員工 現在又想拉 封過Google的份差 好了 旅遊排名 真的很奇怪 中國旅遊研究院公佈 內地客戶 這是內地客戶 中國旅遊研究院 最滿意的旅遊目的地 澳門略升第1位 香港繼續下跌排名第7 他這段報道就沒有說 那第2、3、4 那是什麼 泰國 是哪裏 湘西 是哪裏 他沒有說 記者去訪問 那些遊客 例如江蘇的林先生 覺得香港是蟹蝠磋 剛剛就是維多利亞港走一圈 心情都可以 他感受了空氣中有自由的味道 澳門就是金錢的味道 澳門有金錢的味道 這是我明白的 江蘇 林先生在香港 有自由的味道 就不知道是鼻子有問題 還是 所有東西都有對比 但是現在我聽我的老友記說 他們反而回到大陸才能感受到自由的味道 湖北旅客說 住酒店的藝山 一定是澳門好 上海孔小姐說 香港有些餐廳不能夠使用微信和支付 又不能夠使用信用卡 一定用現金 那就真的不方便 其實說真的 這些排名是有沒有 真的是不是有實據的呢 我也很懷疑 中國旅遊研究院公佈 這兩個內地客最滿意的旅遊目的地 研究院就說2019年 社會事件和疫情 和其他旅遊相關的負面輿論 影響了香港的形象 所以2017年排名第一之後 就連年下跌 希望特區政府和旅遊業要傳遞更多增誠善意 平等和溫暖 收服內地客對香港的信心 老實說 總總負面的內地客對香港的 其實真的不關香港人事 我覺得 香港一直都是這樣的 風作息不需要 問題是 2019年的時候 那個社會事件 你的報導是怎樣報導 說的就沒有意思 問心一句 香港 如果要靠旅遊 要振興經濟 這根本就是 癡人說夢 癡人說夢話 從來旅遊業 在香港 算是甚麼呢 你唯一的就是 說 市面好看一點 沒有呀 沒有很多東西 OK 好 休息一會 很棒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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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 發 發